詞曲 李宗盛 一臉迷惑的情緒沾滿每一天 啊 相愛也難 只怕你不曾有懷孕 啊 不愛也難 只為我捨不得改變 任何飄浮是我的心 遙不可及是你的情 多少次夢裡你是天生般的秘密 冷淡漂浮是我的心 遙不可及是你的情 也許你不會知道 我有多愛你 冷漏著你 天生般的你 爸去世的事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難道我不是陳永明的女兒 難道我不該看著她嚇她 向她磕個頭嗎 我是突然過世的 我也完全沒有預料的 爸會就這麼做 天爺 那個時候 我要為阿姨轉告你和文斌 可是 她說你和文斌都太忙了 沒有辦法趕回來 我姨媽是這麼說的嗎 姨媽確實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才趕來台北 找你跟文斌 我想把爸的遺言 親口告訴你們 爸留了什麼遺產給我 我讓你老實說 爸給了我們每個人一隻桌子 你的那一隻已經交給姨媽 你沒騙我嗎 姨媽怎麼沒告訴我說 爸留了一個手桌給我 我是交給姨媽 怎麼會沒有呢 天爺 你要不相信的話 我們可以去問姨媽 我說沒有就沒有 姨媽難得推了我那個桌子不沉 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 確實是前哲晚卻我交給姨媽的 小弟 庭歡 我買的全都是你們最喜歡吃的菜 還有一條活殺的魚頭 有客人哪 姐 她是婷允 是程庭歡的妹妹 怎麼 妹妹要來接姐姐回去啊 你們也得吃過中飯再走 你看 我買了這麼多菜 我不是來接庭歡走的 我覺得她做的這挺好的 她到我那兒 沒人燒飯也沒人伺候她 姐 我們先進去 天爺 你不要我住你那兒 對 因為不方便 我那兒很緊 只有兩個房間 再說你又得罪了阿姨 害得她差點拿不到偉忠來那筆錢 我真不知道姨媽是怎麼跟你說的 好 好了 不談這些了 天爺 我這次來 是希望你跟我一起回馬來西亞 爸爸留一棟房子我們可以做 如果你要讀書的話 我可以工作賺錢 供你讀書 你還要賺錢跟我讀大學 你少跟我說這些噁心的話好不好 你連爸過世的事情都不肯告訴我 你就是為了要一個人獨在爸的財產 你還會肯為我犧牲 天爺 我希望 我們能當你姨媽的命令 把事情澄清 你媽不要見 我也不要見你 你沒有留在台北的病 你最好回去 說不一定 你那個 維亞俊 她有回心轉意 再來找你了 婷芸 你難道對你姐姐沒有一點手足之情嗎 我要是沒有手足之情 我今天就不會來看她了 我也不會勸她回去 在沒有把誤會呈現之前 我是不會回去的 天爺 我不能讓你永遠誤會我 你是我最親的妹妹 要問你自己去 我要走了 等等 請你告訴我 文斌的電話 她出國了 我等她回來 她的電話到底幾號 我沒有 那你自己的地址 你總不會忘記的 你要來的時候 就要打個電話通知一瞞 好 天爺 天爺完全變了 怎麼會這樣 你不能讓她再受到維阿姨的影響 你必須讓她認清楚維阿姨的真面目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她從姨媽身邊拉開 我怕我沒有這個力量 天爺 天爺 htn 你必須要這麼做 天爺已經陷得太深了 文斌 你还用我家的钥匙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 对不对 我看以后是用不着了 为什么 我看以后是用不着了 你还用我家的钥匙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 弟 我要你跟我一起回马来西亚 去看婷 去沉默我的坟上上校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婷去处理 我们应该陪她度过这段最痛苦的日子 你心疼婷婷吗 我是心疼她 我觉得我们都太自私了 我们都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我倒不觉得我有做错了什么事 我爸从来就不爱我了 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只有婷婷 他什么时候爱过我 你忘记程伯伯跟婷 都为阿姨家去求你自己吗 如果你能够忘得了我 没有我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们求我陪你一道到台北来 求我照顾你那种眼神 那不是爱是什么呢 你说啊 干嘛 用来欺负婷语啊 我没有欺负婷语 我只是在劝她 到陈伯伯的坟上去上香 那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吗 姨妈 从我夫妻生遇到过去 听话全都瞒着我 都不告诉我 好像我根本就不是他们一家人似的 好了不要难过了 反正有姨妈疼你啊 文斌 不是我说你 你实在是应该好好的对待婷语 她现在真是孤儿啊 姨妈 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爸是不是留了一个玉琢琢给我 不过那只是个假货 我老大把她给扔了 她居然还来骗我 听话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你在造谣 你说我造谣 你凭什么 你看到过那只镯子 你拿去鉴定过那是真货 你无凭无据 你凭什么说我造谣啊 我看了姨妈好问她 不知道我没问了好不好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意 我爸有没有留意桌子的 我只是要这么 我跟她到底什么时候说 她到底是不是吞了我的桌子 婷语 你刚刚说 婷当着余恒的面 说她交了一个玉琢子给姨妈 你怎么会知道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知道的 情话她在台北 对不对 你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不是法官我又不是犯人 好 你不告诉我 我可以到马航去查 非台北旅客资料 我就查得到 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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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是在台北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因为我 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婷 我怕告诉你你难过了 她现在跟余恒一起住在余恒的姐姐家 我怕你受不了 所以我才不告诉你的嘛 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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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好让你亲眼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 这样才让你死心 你呀 应该用点手段去对待文斌了 不要那么傻乎乎的只想对她好 我每次看到她对婷婷的神情 我就好恨嘛 她为什么不会那样丢我 我有哪点比不会婷婷呢 要不出去走走 不要老呆家里嘛 我实在不小心任何地方 大老远的来到台北 就应该出去看看嘛 你不是很想去干个国父纪念馆吗 我陪你去啊 这么壮观的屋檐 应该是属于唐朝风格的建筑 对吧 你什么时候对建筑有兴趣的 你学的是法律啊 因为以后你要为陈伯伯设计一个中国庭园 所以我就开始来注意中国风格的建筑了 这个目标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目前 我觉得我自己 像一片扶贫 我所依归 连我从小长大的亲妹妹 都不能接受 我这姐姐做得也太差劲了 婷婷完全是受了我阿姨的影响 要不然她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对你 好 余晓 我想现在就去看羽妈跟婷芸 不能让她们这样误解我 否则 我大老远赶来台北 不是毫无意义了吗 好 找谁啊 我找三楼一位余姓 你找我弟弟啊 他刚刚出去了 那请问是不是有一位陈伯伯住在这里 有啊 他在吗 他跟余余姓出去了 请问你配信 我只见朋友 要不要进来坐会 谢谢不用了 大家好了 好 就是这里没错了 余恒 你在外面等 这会我加入事 我自己解决 好 你怎么会突然来了 你怎么会突然来了 进来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来之前要打个电话通知我们吗 我是怕打了电话 你们会拒绝我来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来之前要打个电话通知我们吗 我们只说啊 我们住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 房租又贵得要命 我们都想搬家呢 你在余恒姐姐那儿会住得很好吗 是啊 他姐姐跟姐夫对我是很好 不过我心里总是过意不去 多了一个不速之客 余恒每天只好睡客厅沙发呢 反正你跟余恒的交情那么好 挤了一个房间也说得过去啊 了不起去不拜个结婚手续啊 婷玉 我跟余恒之间只是朋友啊 怎么谈得上什么结婚呢 好了 婷欢 少来这一套 要把自己说得那么清高 姨妈早就告诉过我了 你呀 是一手拎着余恒 另外一手还撑着伟家的大少爷 怪不得会把爸气死 姨妈 这些话 是你告诉婷玉的吗 是我说的 也没什么不对啊 是不是维亚军不要你了 所以你跟余恒到台湾来了 我今天来 不是谈维亚军或者是余恒的事情 我正想谈谈 我们家人之间的误会 误会 这一家人会有什么误会啊 姨妈 爸爸让我转交一支桌子给你 交给婷玉的 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我当然记得 那是一支不值钱的假桌子 跟你私长的那一支怎么能比呢 那我把我的这一支 送给婷玉 姨妈 那你可以把那一支假的 还给我们了吧 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一支不值钱的假桌子 我早就扔了 我还留着呢我 扔了 姨妈 那是爸爸特别请我 转交给你 让你交给婷玉 留作纪念品的 你怎么可以把它扔了呢 这扔的已经扔了 你能怎么样啊 我是不能怎么样 只不过 你实在不应该这么做 不应该的是你死去的父亲 他偏心也偏得太离谱了 所有好多都给你 差点都留给婷玉 姨妈 爸爸不是这种人 爸爸一直很爱婷玉 你也知道呢 爸爸临终之前 还念念不忘 要我照顾婷玉的 他老人家 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婷玉 要是我能够见到 爸最后一面多好 你为什么不故意 不告诉我爸病危 你故意要让我终身遗憾 不是了 婷玉 我没有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听话 你回去吧 我们这不欢迎你 我们也不想再见了 姨妈 我只是一个亲妹妹 你为什么要这样理解我们呢 你是什么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余恒 文斌 文斌 你不是出国去了吗 谁说我在国外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等婷玉 婷玉要是看见你 她一定很高兴 你看起来气色真好 没想到我们这一边 隔了这么久 你刚说婷玉在里面 我在等她 文斌啊 程伯不过时你还听你都没赶回去 婷玉很伤心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不过事 我到前天才知道的 姨妈 你说我打我这一巴掌 能消你心头之气的话 我被打得心甘情愿 不过今天 我一定亲自要把婷玉带走 我要亲自带着婷玉 去给爸爸坟上上香 你做梦 你以为你有这个权利 我可以告诉你 婷玉的眼里根本没有你这个姐姐 是这样的吗 婷玉 是的 你以为你从来就没把我当过 陈家的一份子看待 你太医生 你太恶毒 我再不要见到你了 婷玉 婷玉 这也是我的 都得太急 好 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 好 四五五五五四 你还可以 你沒遇到我 你是個洋漢爸 沒有通知你們爸爸過世的消息 我不是不願意通知 我根本不知道你們住在哪裡 你跟聽雨到了台北 就完全忘了我跟爸爸 我沒有忘記啊 我明明是多麼幸福的家庭 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裡在想 我一直都是深深的愛人 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不相信 如果你對我有愛 你怎麼一到台灣就沒有了消息呢 我怎麼能讓爸爸 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警官 請你原諒我過去的總統不成熟 我答應經過 我一定不會再讓你難過再讓你傷心 我會照顧你 我願意照顧你一輩子 我不希望你照顧我 我會照顧我自己的 警官 我會照顧我 我會照顧我 我會照顧你 我會照顧我 你叫你拍照顧我 我會照顧我 你 小心啊 徐大姐 今天你的什么电话 对不起 老公 我忘了你被修灯 老婆 你真的想摩扎害命啊你 姐夫 你没事吧 还好 还好 我以前学过柔道 要不然这一摔摔成残废啊 你老姐就可以改嫁了 得啦 你当我这么爱嫁 下回我才不上婚姻这个当呢 自己把自己签字卖了 当长期老妈子啊 余姐姐 你说有长途电话 谁打来的 是我 雅俊 她在电话里面说什么 她说她就要来台湾呢 雅俊让来台湾 她来做什么呢 当然是来看你了 我不要看她 雅俊 你可不可以打电话 叫她不要来 你想我劝得住韦亚军吗 你何必为了要躲 我雅俊搬到饭店里去住呢 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给她弟子 要不然她也找不到你 你又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其实又想不到 听雨会不让我住在她那呢 我真搞不懂听雨的心理 我真想大骂她一顿把她给骂醒 也不能怪听雨 她是妾 我没有亲自把爸爸过世的消息告诉她 不过有这一点证明 她也是爱爸爸 让我心里感觉到很安慰 我相信只要我不会心 再晚有一天 听雨应该可以感觉到 我对她的情感 对她关怀的 我看要是为阿姨在她身边一天 听雨就不会轻死 可是要赶快为阿姨那就太难了 小弟 直接来找你了 小弟 文斌 这么早就来了 庭欢呢 在房间里 他知不知道我来了 文斌 你要是真的关心庭欢的话 在这个时候 不要再给她什么压力了 因为她已经再也承受不下去了 我就画什么意思 你和她已经分开一段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面 也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 你好 听完她到底怎么了 她 听完 文斌 你提个提箱做什么 好 我在这里打搅鱼姐姐 所以我想带出去 我没有嫌你啊 我欢迎都来不及呢 只是我们家太小了 没能好好招待你 已经够照顾我了 只是 我不想给府上带来麻烦 我已经在女青年会 定了一间房间 你要搬到女青年会去做 不行 我不答应你 要做什么 你现在就搬到我那边去做 我会给你一件套把 没有人会打搅你 你有绝对的安静和自由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 不去 我卓 你 过去这十几年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 我现在来照顾你 有什么不对 不必 如果 你怕我對你說出 你不能接受的話 我現在就跟你保證 我一個字都不會說 你把我當你的哥哥 像從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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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在 跟你保證 平安 我又說錯了什麼了 你沒有說錯了什麼 是不是很高興 我真的希望她 都不會她像從前一樣 那麼幸福 那麼安靜一點 OK了 實在太累了 是你住的地方啊 是我住的地方 當然是我老闆的房間 老闆的房間 好 待會兒你就會見老闆 好 福伯 文斌 這位是 福伯 這是我大妹妹廷歡 這位是福伯 福伯您好 是 我聽文斌提起過 庭歡小姐和天玉是孫生姐妹 好像長得不太像 孫生姐妹也有長得不太像的 對 福伯伯 我妹妹從馬來西亞來 我邀她過來這邊住幾天 希望您不反對 不但不反對 而且舉雙手歡迎 好了 回頭我做動 請你們吃一頓飯 不要太破費了 福伯伯 您不用特別招呼我 怎麼行啊 你是文斌的妹妹 我不跟你接風 那是我私禮 所以你一定要答應 請歡 我看你就答應好了 福伯伯決定的事情 從來不能更改 文斌越來越了解我了 以後我的脾氣 讓她摸得一清二楚 我就喜歡她這個聰明教 如果你們不嫌我麻煩的話 我當然不反對啊 好極了 一點兒都不麻煩 文斌 你帶天花上樓先休息一下 我們六點鐘就走 我現在打電話訂位子 這是一間客房 你就委屈一下吧 很好啊 福伯伯 是一個很富有的人吧 你跟她宿命平生 她為什麼無緣無故 對你這麼好 她對我好有什麼不對 對你好 當然沒有什麼不對 只不過 爸不是常說嗎 仿人之心不可無啊 你平白無故地 接受她的好意 不如多想想啊 你還是你啊 一點都沒變 一見面就這麼多 真心八百的大道理 但是又叫別人不能不聽 不能不覺得你聰明 對不起 我並不想一見面 就跟你說教 你並不是說教 你也沒有說錯 福伯對我這麼照顧 不是沒有道理 其實 她是我爸爸多年的朋友 否則的話 她對我這個後生小兒子 也不會那麼重視 原來如此啊 還有一件事情 我是要感激她的 是她告訴我 陳伯伯不是害死我父親的人 而是另有幾人 可惜我知道了太晚了 沒有辦法跟陳伯伯忏 但是有一天 我會到她的墳上 求她原諒我 好 文雅勳 你給我站住 你都想這樣不聲不響地走嗎 你一直交代的話都沒有 我已經告訴過我的父母親 我要去台北 日夕 班基 以及到台北住在酒店 我都跟我父母講 怎麼叫一聲不響地就走了 你明明知道她兩位老人家 今天就訪問你到台北找陳廷歡 你為什麼非洲不肯 幹嘛被你氣得在房間 衛兵都發走了 你要是有一點孝心的話 馬上到房間給我安慰安慰她老人家 小姐 我有孝心 但是現在我去勸她 不如你去勸 因為我說什麼 只有惹她更生氣 你讓我怎麼踹了 勸乾媽要你隨情另外當老婆 雅俊 你到底有沒有站在我的立場 聽我想過 小姐 今天你的條件很好 家事也好 所以你絕對可以找到一個對你很好 又很疼愛你的 你不必再講了 從小到大 我只有引領你一個人 根本沒有考慮過其他的人 你為什麼不喜歡我 偏偏看上那個陳廷歡 為什麼 也許 是我上一輩子欠她 所以這輩子 我注定要還她 那上一輩子 我一定是欠你的了 雅俊 我不可以讓你走 你知道嗎 只要你一出這個大門 乾爹作為封鎖你所有的經濟 你到時候 將會變成一無所有 我知道 但是我一點也不在乎 我要靠我自己 來追求我所愛的女兒 絕對不靠我家的任何一點慘慘 我好羨慕陳廷歡 為什麼就沒有人跟我講這種話 夏希 祝福我,我這一局 我並不知道我的身材有多大 臨走之前 我是多麼期望一個人 能夠給我一句祝福的話 我認識的 你快要讓自己去 吃吧 那我還沒有給你 你不要不能給我 我一對你 我還沒給你 你隨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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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请问陈廷欢小姐在不在 陈廷欢不在 于衡也不在 请问您贵姓 姓伟 好好 让我记下来 好了 哪里 我会告诉他们的 好 再见 对不起啊 我去给你泡杯水 坐吧 谢谢啊 羽人 驱发亲自的真信所 等一下你听 怎么走了 气死我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如果你到文斌的办公室 他不在呢 他一定去找廷欢了 你是看到他们两个了 是不是 他算不了什么 还有更气人的死 我再恨死这陈廷欢 究竟有什么事你说行不行啊 姨妈 文斌把廷欢接到她那儿去住了啦 真的 我没想到 我以为在我们拒绝庭婚之后 他一气之下就回大马了 我怎么会想着 这丫子会来这一手 这孩子真是越变越坏 越变越精了 妈 你帮我想办了 你帮我想办法 我念不下这口气了 哎哟 拜托 你不要让我投婚好不好 让我仔细想一想行不行啊 像你这种急性子 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也不见得 我去找陈廷欢了 我告诉他说 我跟文斌有过一夜夫妻 你以为文斌吃你这一套啊 如果你以这种口气跟他说话 我包准那文斌给你两个嘴巴 请你回家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啦 他们俩的现在已经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每天进进出出的 我该怎么办啊 姨妈 你冷静一下 让我用用心思好不好 对了 让姨妈陪你去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利邀廷欢回家住 哎 你不是不欢迎廷欢到我们这儿 你这回要把他接过来 哎呀 我说你这个脑筋转转弯好不好啊 我们现在的目的 是不是要把文斌跟廷欢先拆散啊 对呀 先把他们给拆散 这样是廷欢就拼不着文明 姨妈我们现在就去 哎呀也不能说走就走 我得去换换衣服嘛 好了那你快点快点嘛 哎哎哎 姨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什么事情你大惊小怪啊 啊 我要去来了呀 你看 这是他住的饭店 还有还有号码 这小子 你还买的 哼 走呀 好好整整 不过我现在要先办廷欢的事情 如果维亚俊买了 廷欢更不能离开我的眼睛 为什么 十年底月光变得那么模糊 静默 我只能把這種飛琴養在家裡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只是覺得白隻很會飛的鳥 用鐵鏈子拴住 用鐵鏈子拴住 實在叫人不忍心 有你的話 可以看出來你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子 每一個人對事情的看法不同 我認為是享受的樂趣 而你認為是殘忍 文明就常向我喜歡干涉別人 不過我認為 任何人都不應該把快樂 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你們都在等我嗎 正好六點了 我沒有遲到 可是我早出來這幾分鐘 跟廷環小姐 有一段很愉快的談話 你這個妹妹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 雖然幾句話 就令我非常佩服了 怪不得 我從八歲開始 就崇拜她了 怎麼你們的話題都對著我來了 好好 不對你 我們走吧 好 先來 外面有客人 好 我先請 我爺 我爺 天爺 天爺 天環你怎麼回事 一聲不響的就到這兒來了 今天一大早 我就叫天爺去接你 說你被文明已經接來了 是啊 害我還白跑了一趟 你知道嗎 為了接你回去住 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才整理出一個房間 你就這樣回報我 天爺 天爺 真的很抱歉 我一點都不知道你的心意 天環 這就是你不對了 你們兩個是最親的姐妹 她怎麼會真的不管你的 那天啊 她也只不過是一時的鬧情緒嘛 因為你沒有把你父親過世的消息 親自告訴她 她心裡難過啊 那件事是我錯 我處理得不大 天爺 我很抱歉 天環 你並沒有做錯什麼 陳伯伯去世的太突然了 你並沒有我們台灣的電話跟地址 如果說有什麼錯的話 那是我們的錯 是我們對不起你 對不起陳伯伯 你用不著道歉 這有你說話的份兒嗎 我是他們姐妹倆的親姨嗎 你是誰 你只不過是朱秦文帶過來的脫油品 你不要搞不清楚 你不要不可理喻 婷姨之所以容不下婷換 全是你一手交出來的 你根本不配做長輩 你放屁 我以為姐妹不要急著 他們都還是孩子們 文斌 你要搞清楚啊 姨媽對我很好 姐姐也對我很好 今後我們要三個住在一起 再也不要分開了啊 姐 你說對不對 對 挺歡 你別跟他們走 你會後悔 姐 走 我去幫你收拾行李 我們現在就去 挺歡 文斌 文斌 我覺得 我跟妹妹他們住在一起 比較好 奇怪了 我明明計較了 韋先生的電話跟房間號碼 怎麼會不見的呢 難道那個紙條還會長腳跑的 小店 我告訴你啊 你姐姐啊 是生活在這個卡通世界裡 不但只會長腳 鈔票會長翅膀 這衣服襪子啊 還會捉迷藏呢 我早就習慣她這迷糊勁了 你敢取笑我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啊 就不用整天那邊 查貓查狗的啊 人家早就請你去做大買賣去了 看看 我告訴你 這一次啊 我可是接了一個大案的 不是蓋頭 這一次我查的 不再是貓是狗 而是一個 是什麼啊 天機不可洩露 你啊 只要等著收鈔票就可以了 這可是一件大買賣 她說的是真的啊 假的 大概是真的吧 我也搞不清楚 我今天到她辦公室裡啊 只幫她清了幾扇窗子而已 喂 別人走開一點 好 好 好 我馬上過來 是不是偉心又打電話來了 是文斌 她叫我出去跟她碰個頭 聽她語氣好像不太開心的樣子 我看我趕過去一趟好了 有了 我想我不用說太多乾淨的話 可是我要你知道啊 我心情是另一個情侶 正常都一樣 多被妳陪這電話 做了很多我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而我 去混帳到了 會去誤解成多我 這一切都是為愛上造成的 以我們的交情來說 我為妳做什麼事情 都是應該的 妳什麼都不欠我啊 當初要不是因為妳支持我 我怎麼可能順利的念完大學 我早就因為繳不出學費 被退學了 放這東西 來 走 結果妳大學畢業了 我反而沒拿到委屈 家裡接二連三發生那麼多事情 打擊的我都喘不過氣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 這一連串的打擊 當時經過刻意安排的一樣 就是要我家破人亡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因為啊 我父親生前有一個仇人 仇人 你確定 我非常確定 而且真的很富有 不是等見人 你怎麼打人啊 女士,你快滾開 我們這邊有一個打架 快跑,小子來了 文斌 一鵝,妳的手怎麼樣 妳這些古董衣服 可以丟到垃圾桶去了 現在還有人穿得那麼土啊 婷玉,這些已經是我最好的衣服 特別撿出來帶來的 要多把我扔了,我穿什麼呢 妳可以穿我的啊 不過啊,我的身材可完全是靠我自己減肥所出來的結果 你知道嗎 我的飲食啊,完全是遵照國際標準減肥食譜的耶 難怪,妳比以前瘦多了耶 不過,妳要注意身體啊 那妳說我漂亮啊 妳一直都比我漂亮啊 好啦,兩位女孩子啊,不要再說衣服了 出去吃點水果吧 好 走啊 聽歡啊,妳在大馬的時候 韋家的人對妳有什麼表示 那個維亞俊,有沒有說什麼話刺激妳啊 妳沒吃維亞俊的虧吧 這個人可是個花花公子啊 什麼樣的女人都沾呢 妳要是吃了她的虧啊,妳就告訴我 我會替妳討回公道啊 沒有,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彼此很尊重 她怎麼可能仗手呢 姐 那維亞俊長得什麼樣啊 她有個那麼體面的爸爸 她長得很英俊是不是 嗯嗯嗯 很有人緣,對朋友很好 那這麼說 妳應該設計一下,把她好好的抓著 不要讓她走啊 嗯 聽雨 交朋友還是要有緣分 凡事都不要刻意勉強 更不要設計人家什麼的 唉 妳說這話什麼意思啊 妳是在指桑罵槐了 哦,我知道了 妳是為了上次我問我家要了幾百萬 妳不甘心是不是 姨媽,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在跟婷禮 說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唉,奇怪了,我又遭誰惹誰了 說了半天,變成我不懂道理了 妳沒有那個意思啊 妳就是這個意思 妳根本就是目控一切 看不起所有的人 包括我跟婷禮 哼 妳以為我跟韋仲來 要那個幾百萬很爽快嗎 我的錢都用在付房租上 吃飯上,生活上 如果你真有本事 妳拿幾個錢回來孝敬孝敬我呀 妳拿,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自然會孝敬您的 只是,爸爸留下來的 只有那棟老房子 還有那片香蕉原的土地所有權狀 土地所有權狀 在哪裡 妳為什麼不交給我保管呢 我交給余恆保管 這余恆算是哪顆蔥啊 妳便去把那個土地所有權狀 拿回來,妳聽見沒有 我這架王… 為什麼,這場夢醒的那樣的透口 是我熬住無法逃避孤獨 為什麼,是念的月光 變得那麼模糊 陪伴我拥抱着 寂寞的天使之爱